各位同仁大家好,主席,我先請一下北龍的院長還是出席人員,副院長是嗎?請副院長好不好? 請北龍副院長 先讓主委休息一下,副院長好,這個最近有一個報紙有在寫,說北龍發表了一個聲明 希望大家能夠一個月吃一次深海魚油吃一次就夠了 當然它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它有一個公佈的文件 你們可能也做了一個追蹤的報告 這個報告會不會稍微太籠統的一點 它說一個月吃深海魚油一次就好了 我這禮拜就吃了兩三次,肚子覺得怪怪的,到現在為止還是很怪 沒有看那個報告,我吃得心安理得 那一看那個報告之後,我好像罪惡感極大 為什麼不能吃深海魚油,您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 謝謝張委員的指示,因為我們最近的讀物科做了一些研究 從頭髮還有血液中發現,台灣的居民裡面,拱污染的非常嚴重 在孕婦裡面都有,因為拱污染的來源裡面,深海的魚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那麼有些營養食品一直推廣著深海的魚油,深海魚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就提出一個呼籲,希望減少,希望減少這個使用深海的魚油,減少拱污染 請問一下,這個拱的污染唯一的來源是深海魚油嗎? 目前,據我們初步的了解,深海的魚是帶骨,減染是比較多 因為你這個報告這樣一出來,我們遠洋捕魚的魚市場賣魚的餐廳影響很大 為什麼深海魚油這個來源,我跟各位講一下 大海受到污染,然後有一些湖油生物就是在大海裡面,它受到了污染 所以小魚會去吃那個浮油生物,魚肉本身沒有含鞏,魚本身不含鞏的 小魚吃浮油生物,中魚吃小魚,然後大魚吃中魚,所以這樣子那個魚身上才有鞏 但是你們做的報告裡面,來源是這樣子 你們驗了31個人,其中6個人出現鞏中毒的現象 這個研究報告是這樣子研究的嗎?31個人研究有6個人 臨床實驗是這樣子就提出來嗎? 謝謝委員的指示,這個是一個初步報告 我們後續還有一大堆的統計裡面,我們在逐步調查 我剛剛委員報告,我們連孕婦的養水都抽了,就測裡面 我們也希望台灣的居民趁這個機會也給大家做個宣導 就是深海內的魚油,深海魚,包括它的肝臟,帶的拱確實是高 那我們減少使用是會比較安全,因為我們發現醫療團體裡面,我們希望致病的機會減少 對,那你這樣的話你就不要講魚啊,你也可以講其他拱的來源啊,也有其他的來源啊 你這樣子只有專對魚來講,那如果不是深海魚,駿海魚,如果是人工養殖魚的 這些都沒問題啊,有些鮭魚是人工養殖的啊? 這都沒有問題 對啊,所以就是說,稍微解釋一下,很多學者喜歡發表論文啊,問題是發表論文沒有人看得懂,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影響民生這個經濟啊,現在GDP都已經不夠高了,你這樣發表論文的話大家都不至於,那不是影響很大嗎? 你們的臨床,不是講你啦,就是這個整個農民總醫院它要研究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的掛號方不方便?是不是老百姓很容易掛號? 我的病床夠不夠?要病床就找這個名義代表,我的醫生夠不夠?我的護士夠不夠? 我床跟醫生護士的比例夠不夠?這個提升這個比例,讓人民很容易的去醫院,甚至去掛號,也掛到這個醫生的號 也不要讓醫生太辛苦,一天要看六七十個人也不要那麼辛苦 就是研究這個,比研究這個魚還,我認為是應該還好一點 我今天講這個的原因啊,講這個魚做開頭的原因啊,是因為講龍總的醫生根本不夠吧 那個副院長請回,主席我請一下這個,我們主委 謝謝副院長 龍總聽說要招募這個醫生護士啊,都招不到人 但是啊,龍總啊,後來啊,你們自己出了一部影片 叫做台灣醫療的無名英雄,總共三部影片 大家就在講說,醫院要廣告嗎? 台灣人很忌諱醫院去廣告了,就是醫院本來就是要廣告 因為你們也是一個商品,你們要讓人民接受最好的醫療的照顧 所以醫院一定要廣告 那你們那三部影片我認為很好 聽說那三部影片一出來之後,你們醫生護士都招募夠了是不是? 這個請教一下 跟委員報告,目前我們還在努力的招募 現在還是有部分的缺額 還是不夠,但是那個三部影片出來之後 聽說是比較,就是來的人比較多一點 招募的狀況有改善,但目前還是有優先不足 你們總共有18家的在安養機構啊 那現在你們做了一個檢查,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 我請問一下,現在18家安養機構完全都合乎標準嗎? 跟委員報告,目前還有幾家,目前還不夠 有兩家嗎? 有兩家還不夠嗎? 我們經過出品過的,大概目前來看都沒有問題 那對於有問題的建築,我們人員都移開 所以對我們的榮家的住民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那對於需要改建的,包括雲林,包括加開 就像剛剛委員所說的,我們在103年度 我們準備讓它進入四年的計劃來做 你們還有兩家安養機構沒有按照政府的規定 一個是台南,一個是雲林 它是什麼地方沒有按照政府的規定? 那最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是建築的時間也久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比如它現在對於老人家 它的那些設施啊,硬體的設施,無障礙的空間等等這些 因為二三十年前做的建築跟現在的法規是不相符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地方的改建 那你們現在預計它什麼時候可以? 你不能讓那些老農民生活在不合格的環境之下? 不會不會不會,我們是全部都有移開 反正是有問題的,我們都離開 是,到106年這四年的忠誠計劃可以把它做完 那另外再請教一下,在主改之後啊,我們有很多農家他會合併 是 那合併之後會不會有些人一輩子住在甲? 你因為合併的關係把它全部嵌到乙 他一輩子都在甲地啊,你把它嵌到乙地的話,他寧死不搬啊 是 會不會有這種缺點呢? 的確會有這種的顧慮,所以我們目前是勸導,我們不會說就給它搬走 因為的確,對老人家來講,他住在這個地方他住的很習慣 對 萬一有一個環境的變化,可能會有這不好的影響存在 所以我們對這個地方是非常小心,我們是以勸導為主 而不會說就強制的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尊重主改,主改是要減少政府的開支,減少政府的人士 但是你要想到一般老百姓他的情況,他不能搬啊,他不願意搬啊 然後你們是一定要強制搬還是怎麼樣? 因為到時候他這個甲就沒有啦,只一定要到以來啊,以地來啊 不會,我們是逐漸慢慢規模再說,比如說這邊慢慢說慢慢說 所以給他們一個很好的保障就是了,不會說馬上立即就要搬錢 不會不會 這個要非常小心 是是是 以免再造成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我們非常了解,對老人家來講,搬件很重要 好,謝謝,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